你是秦老师吗 是啊 你是谁啊 我是汪丽 你找我的事吗 要不咱们进屋说吧 进去吧 坐吧 你找我的事啊 什么事啊 我帮了梁主任的事来找你们 姐姐 秦月回来了 你怎么到我们家来了 你还有脸到我们家 你到我们家来干什么 你这什么意思啊 姐姐 你平时挺厉害的 怎么还让她进门啊 秦月你先别闹 先让她把话说完 说吧 秦老师 我听梁主任说 你要跟她离婚 因为你呀 你不和人家家庭呀 所以他们两个要离婚啊 你还好意思说 秦月 谁告诉你的 是梁飞翼告诉你的 是梁主任说的 所以我想来跟你解释一下 你解释什么 解释怎么做人家小三啊 破坏人家家庭 你解释一下我想听一听 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我难听吗 你坐着难看 我说话当然难听了 秦月 你还有什么话 实事求是说 我确实很喜欢梁主任 但是我不想因为我 把她搞得那么难过 现在你要跟她离婚 你不要再说下去了好吗 你这样女孩子有三个字吧 不要脸 你还有脸说得出来姐 你听到没有 她承认她喜欢她 你还能够让她到家里面来 我真佩服你呢 你平时看着挺厉害的 嘴巴上厉害 到关键时候你就不行了 秦月 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 我就骂你了 像我这个样子像个泼妇 我叫泼妇 秦月 秦月 你别推我 我叫你泼妇 别打扮 你这不要脸 你打扮 姜婷 你知道吗 你这个不要脸 我叫泼妇 我叫泼妇 我打死你 你们不要动手 不要动手 你打我吗 不要动手 妹妹 你打我妹妹 你打我妹妹 起来起来 你不要脸 你不要脸 你泼妇 你泼妇 完了完了 你有脸吗你 有脸人家家庭出身 我跟你说 你们 他老老师在那 你干什么呢 你来我家的他怎么回事吗 梁主任 是他们两个欺负我 他们两个不可能欺负你 我是你主任 他是我领导 他是我领导的小姨子 他们两个怎么可能欺负你呢 姜婷 你还能不能再一块 你还能不能再一块 过我了 你又不死你 你还是 姜婷 走走走走 不要再来了 好了 秦月 去 别生气了 老婆 妹妹你们俩坐着 我去做饭啊 站住 这是为什么呀 都是你干的好事 我 都是因为你 我没有干什么呀 姐夫 姐姐你干啥说什么 给看着吧 我妹妹的嘴巴都流血了 我很喜欢她的 妹妹的嘴巴都流血了 姐姐你流血了 我去做妹妹拿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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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要这样啊 你看 齐悦 你知道我最疼爱我这个妹妹 就为了你这点破事 搞得我妹妹这个样子 我我真的没有干什么呀 等出来 她是不是见货 她她的确是渐渐 渐渐的 是不是见货 你还讲 她是见货钱了 她是见货钱了吗 要不要活了 我去做妹妹 我去做妹妹 我不管我 杨主任 王丽啊 你怎么就在我这里啊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你的事情我们家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好了好了好了 不许哭 难道你不哭不会说话吗 奇怪吧 我做错什么了 我在这儿要受你委屈 我归家还得受王丽欺负 你把话说清楚啊 什么叫在这儿受我委屈啊 我怎么欺负你了 话语说回来 你跟王丽是怎么弄的 跟我没有关系嘛 怎么没关系 我能受这么大委屈吗 你说你这个人奇怪不奇怪 你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啊 我有我的家庭 我有我的生活嘛 你这个是 梁沛一 你狂犯到你 你不可以骂人啊 怎么着 在外面没腻外够啊 跑到办公室里来歇 滚蛋你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我给你没完 你干什么 你不要逼我动手伤人啊 你怎么着呀 梁沛一 你怎么着干嘛 你到底找死啊你 爷爷 你找死啊 梁沛一他勾引我老婆 你等着呢 梁沛一 我讲的不像话你知道吧 好好好 你们都讲多少不像话 你为什么不给你老公把他 把话说清楚呢 气死我了 这么素质吗 我跟你说 爹 我发护的时候你怎么就走了呢 什么人啊 看你要顺着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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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情况是这样子的 你听我给你 你你听我给你解释啊 我跟汪丽同志呢 是隐隐隐隐的关系都没有 我们俩就是 你行了 你给我打住 你甭解释了 人家老公都打到咱们单位里来了 你还解释什么呀 你是不是真拿我当傻子呀 不是不是 那个 那个你你听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不 人家老公现在就在咱们王总办公室里坐着 不依不饶 你说这事怎么办呢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 你们的事啊 我不管 但是不要影响工作 是是是 但是事情不是你们想象中的样子的 行了 你什么也甭解释的 你啊 从今天开始给我回家休假去 什么事 等这事平了 你再来上班 好的呀 那我休息几天呐 休息几天呐 你随便 不讲道理吧